Xperia 1 系列都是主打拍片拍攝照片 今代前望遠攝鏡改為85-125mm光學變焦 上次我們試Beta機的時候 就發覺有Outfocus的問題 今次再試效果就好了很多 而說到拍片今代有兩大重點 第一就是三個鏡頭都可以拍到4K HDR 120fps的影片 第二就可以做到全焦段的無縫變焦 上次我們都試過用4K HDR 120fps拍跳舞慢鏡 至於全焦段無縫變焦 對於想隨手拿起電話拍片的你 就非常方便 不過因為它廣角和標準鏡頭都是定焦鏡 所以它16-23mm 25-84mm 和125mm以上都是數碼變焦 但我們實時發現 當我們zoom到85mm以上 片的色溫會有輕微的改變 就算我們鎖了色溫都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另外無縫變焦也不支援4K 60fps 所以你想拍攝60fps的無縫變焦 最高畫質只可以去到1080p 上次有網民問到 Basic Mode可不可以拍到4K HDR 60fps的影片 是不行的 因為它的Basic Mode 預設了給你無縫變焦 所以如果你想拍攝4K HDR 60fps的影片 就要用Viduo Pro的App 另外我們試用Beta機的時候 很快就因為過熱而自動停拍 我們拍4K HDR 60fps的影片 雖然拍到3分鐘左右 機身就開始有微溫 4分半鐘左右 就出現機身高溫警告 但10分鐘都沒有自動停拍 算是有改善問題 除了鏡頭之外 今代Viduo Pro也加入了直播功能 只要你在電話裡連了自己的YouTube 再開串流模式 拍片的鍵就會立即變成開始直播的鍵 超級方便 而如果你想在其他平台做直播 亦都可以複製URL上去 搞定之後 都是按一個鍵就可以開始直播 講完相機就試下其他功能 今次Xperia 1 Mark 4 新加了一個叫Music Pro的功能 不用搏任何設備 都可以錄到錄音色的效果 還做到混音 方便人自探自唱 不過要做到消躁、混音 或者人歌分離等等的功能 它不是直接可以在電話裡做 而是要上載你錄的音頻 它在Auto幫你做Tuning 不能menu tune 我們聽一下Tune前和Tune後的分別 來自拍攝 排隊旅行網 有半小年八個十個 節奏旅搖擋 快樂中感寂寞 效果都幾不錯 不過對於專業的歌手來說 無法手動做Tuning 就未必那麼方便 但對於我這些 有空喜歡唱歌的用家來說 就幾方便 另外它的Studio Tuning 是要付錢才用到的 過了免費試用期一個月之後 就要付每個月40元 值不值用呢 就視乎你用這個功能用得密密 亦都有網民問我們 它插耳機聽歌的音質是怎樣 我們試用XM5Bot 3.5mm線聽慢 音色就會較為開揚 而中高頻就更加突出 而當我們用無線連接關閉降噪功能 用Aldic的時候 音色就會偏向緊湊 中高頻效果就會收緊 而低頻就更加突出 至於就這樣用喇叭播出來的聲音 就一般般 中頻和高頻的聲音比較立體 偶爾也會有破音的情況 至於畫面上 21-9的4K HDR OLED 螢幕 看片真的很不錯 色彩鮮豐富之餘 光位和暗位的細節都看到 加上用耳機看起 觀感體驗很好 今代M4用了 Snapdragon 8 Gen 1 CPU 我們實試過60fps 再推進Graphics打LOL 和玩音樂遊戲 兩隻都很順 而且Loading的時間都很快 不過這顆U雖然強勁 但就很容易發熱 我打LOL 大約打了15分鐘左右 機背的位置雖然未叫勒手 但都上升到39度 拿著來長期打機 很容易會出手看 玩了它幾天 手感都頗不錯 但在邊框方便 方正的設計 在無用機套的情況下 我自己就覺得有點刮手 磨塞的表面 一點都不黏手指毛 但就有一點線手 其實用得它 多數都是拍片或拍照 我自己就很喜歡它的快門 凸起和有紋的設計 影起相片上來都更加穩固 打直打橫去拍照拍片的時候 或者要打機的時候 橫向用都很舒服 好像我的手比較小 單手操控電話都沒問題 Zoom In Zoom Out 按上面的加減音量鍵就OK 拍片的時候就更加方便操控 這次Xperia 1M4 上升了的地方都不少 由一般廣角到遠攝鏡 都做到全焦段的無縫變焦 對於喜歡拍片的用家 都方便了不少 而今代85至125mm的前望遠攝鏡 對於喜歡拍人像的你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顏色方面 我自己就覺得冰白色很漂亮